這波寒流來襲 各地的狀況不少 新北板橋南亞南路一段 疑似因為低溫 自來水管線的管壓波動 加上老舊造成了破裂 路面滲水 波及到路邊的店家 區公所謂緊急調來沙包 陰影 目前開挖搶修 大約有一點八萬戶用水 會受到影響 管理署 有呼籲 天氣冷熱轉換 將會影響建物外牆磁磚的穩定性 要注意是否有波羅 路面不斷有水滲出 二十二號凌晨兩點多 新北板橋區南亞南路一段 路邊自來水管線破裂 造成周邊十幾間店家積水 當地區公所急忙吊派 稍爆擋水 不過因為自來水管線破裂 還在搶修封路 附近店家無奈先停業一天 急忙清理地上積水 新北市災害應變中心啟動 緊急應變機制 在現場成立前進指揮所 包含臺電和自來水公司 都進駐 拉起封鎖線 實施交通管制 自來水公司表示 已經開發出漏水地點 但上方有許多管帳 需要清除後才能 太患損壞管線 管線破裂一度造成 大約一點八萬戶用水受影響 次來水公司預估二十三號 早上能修復完成 十點恢復供水 天冷溫差大 不只地下管線要注意 國土署也特別呼籲 要注意建築外牆的磁磚 是否有剝落 因為近期就發生多起 其實因為閃躲掉落磁磚 意外甩車 隔離氣溫奏降 民眾身體不適 緊急送醫的案件也增加 二十二號凌晨 桃雲一名六十二歲的成熙男子 在市場裡獲食 突然昏迷倒地 送醫搶救宣告不治 而近兩天 消防單位接護患者 失去心跳的救護案 就超過三十件 是否都與天冷有關 人帶釐清 面對冷氣團 接連報導 民眾帶多留意身體狀況 記者原此郭君 詹淑雲 新北桃園報導 是否也有報導 邦吉百 Thanos